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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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我是周慈欣老師 殷培基老師 徐智邦老師 徐智邦老師 不經不經我們進入最後職路 李宗盛 當然一方面要說定些 真的很捨不得 放心我們不會這麼快就完結 我們會繼續 我們很少捨不得 我們不會讓他捨不得 但是我們今天這個題目 或者我們今天講的這些課 其實真的跟我們這種捨不得的心情 我覺得是有些相關性的 因為我們人生匆匆在世幾十年 其實真的有很多人生的議題 甚至我們今天坐在這裏 其實都真的跟我們今天的課程有關 今天講的是逍遙人 說是很逍遙的 但是一會你聽的時候 你就知道一點都不逍遙 沒錯 很沉重的一個課題 但是用一個我覺得都幾 有些人就說他很脫俗 很超脫 但是其實我覺得是要有很重的沉澱 才能想到的一個過題 是 那就取常講一下 好 其實莊子的逍遙有 其實一講莊子的名字 就是你如果沒有看過這些東西 就沒有辦法 其實可能初中真的沒有什麼機會 接觸到莊子的文章 是 就是我們之前教這麼多課 都有機會可能在高小 或者初中接觸過這些編章 是 莊子基本上是真的沒有什麼機會 的確就算去到大尊也好 我覺得很多時候 莊子是一個哲學層面的問題 沒錯 在中文系裏面 都很少機會接觸到 當然有 但實際上是損修 即是老莊哲學 的確是比較複雜的問題 但怎樣也好 我們都要處理它 好 莊子 戰國人 通常跟老子並稱 所以叫做老莊 老子 大家都知道應該是跟道家思想有關 後來也封為道教的人物 莊子跟他的學說很近似 老莊並稱 也都將他變成了道家和道教的一個重要人物 也是一個原因 我們覺得基本上是一個哲學的問題 我們之前和跟著我們講的篇章 都會提到一些作家 他們可能背有一些封號 莊子的封號 都是一些很宗教色彩濃厚的 譬如他唐代的時候 封為南華真人 宋代的時候 封為微妙玄通真君 你聽這些名字都知道 這是神位 不是我們中文處理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讀這篇文章 如果純粹說我中文根基好 真的未必解決得到 我覺得是一個很思想層面的東西 所以看老莊這篇文章 我想不要當 雖然他是中文的課文 但不能當是一篇中文的文字去看 我覺得他是另一個層次來的 好 這篇叫《逍遙遊》 其實在老莊的主張裏面 其實你明白《逍遙遊》的話 對莊子的思想 其實都有一定的理解 當然要理解這篇文章 真是我講理解 不是純粹夠考試 夠考試未夠 即是要認識莊子 這篇文章是很深的 當時莊子就處於一個 叫戰國的局面 之前有些篇章 都有提到戰國的局面 其實他要處理的問題都很複雜 百家爭名的時候 他還要反如提出反戰 去襲到逍遙的境界 其實是另一個層次來的 但我還要強調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關於莊子 除了他是一個宗教的人物居多之外 其實對於他那個人物 這個人物的生平 其實也有少少模糊 譬如很多書都寫 他的職位 他做了一份工作 根據資料記載 就是《七元利》 《七元利》這三個字 都已經很難解不通了 的確事實上 都很難去理解到莊子 實質上他做的是什麼工作 有人說 《七元利》是一個地名 在這個地方做官 也都可能是 做一種叫七樹有關的工作 可能是一些種植等等的工作 但是怎樣 我們已經報白頭去知 還有 他莊子如果根據施馬遷所說 莊子這本書 其實應該有十萬年 但是我們現在流傳到 今時今日 大概只剩六萬年 即是說 本書一定是有人修訂過 究竟是何時被人修訂過 當然我們不知道 還有修訂過之後 究竟那個篇章的內容 有多少改變 或者是否逍遙有 擺大一篇 我們都沒有辦法知道 所以讀這篇文章的時候 我們只能夠說 根據《金人》的版本 我們要處理好嗎 好 兩位有沒有補充 我先補充一下 因為莊子《蕭瑤柔》這一篇 其實我們都要看一下 其實現在讀了兩段 就是說 其實蕭瑤柔 讀少了 讀少了很多 讀少了很多 莊子本身的哲學 特別有提到的 無遺 無代 那個齊密 或者我們叫做 密化 順應自然 其實 它整個核心的主張 短短兩段 是真是 不夠 當它皮毛 是 甚至乎 其實這兩段的故事 就是說 認識的故事 不難的 是吧 如果同學有 聽老師上課課 你也知道 也是《蕭瑤瓜》的故事 沒錯 《書樹》的故事 但是《大樽樹》的故事 當故事聽吧 當故事聽就OK 但是你說 故事背後的 那個 潛藏的那種 折思 同學就真的要 如果你問我 沒有上一人生歷練 沒有那麼誇破 就算有很多難搞 有很多難搞 有很多難搞 所以 我想同學讀這個的時候 首先都是要 從故事本身 表解了 其實 嘗試去 用一些日常生活的例子 可不可以幫到你呢 我希望我們一間講解的時候 可能幫到少少 我給大家一個 再多一點背景 其實一件事 我想從他個人的經歷 少少 當然 很多事已經 散失了 不清楚 但是一件事肯定的 就是他在戰國時候 在宋國裏面 是 這個背景 第一件事就是 戰國已經 我想如果大家覺得 是一個亂世的時候 其實他在一個亂世裏面 他一個清醒的人 他是想思考 因為他在亂世裏面 是一個弱國的一個人 嗯 我們剛才在做節目之前 我們都談了很久 對於未來前途的一些考量 知識分子 有時候就會想這件事 當我們面對很多的 未知的可能性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很多的想像 或者有很多的恐懼 其實由恐懼而產生的 各種的情緒 而這件事其實 未必有答案 事實上 你看回莊子裏面 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地方 我們很多人 讀哲學 讀到這一部份 都會問的 或者都會研究的 就是他那個很矛盾的地方 就是究竟內和外 物與我 這類的問題 譬如我先說內和外 你很容易 很容易走到一個方向 就是以為他外在的環境不停變化 那麼他的內部 只要我們守得住 外面的東西怎麼變 我經常跟學生講一句 歌詞英文的 Love and gonna change my world 嗯 什麼樣的世界都不會影響到我的 打仗都好 只會跌下來旁邊都沒有事 很高境界 你以為是這樣 實際上 莊子是不是這樣看呢 其實他裡面 都傾向有這些矛盾性 我們看回他裡面 所以當然他有一些答案 只不過是因為 在一個痛苦極大的 外在環境痛苦裡面 不迫不得已的情況下 我找到一個 令我自己暫時 記住在這個世界裡面 而不立即崩潰的方法 我自己會這樣看的 而裡面的過程 我們再看得深入一點 就是 當我們講外在的外在環境 和我中間的矛盾出現的時候 很多人 包括我們自己平時 去講書給學生聽的時候 很多人以為 那些學生經常都錯了 就以為 遇到問題 我只要逍遙就沒事 只要老師追殺我 交功課 我只要 什麼都聽不到 我就很逍遙 那些學生經常都講笑 實際上他們都誤解了 因為 是有一個極大的痛苦來的 整個過程 而這個痛苦 是 是真的切呼之痛的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 大家看的時候 我覺得 不妨 不要用一個 你自己 十幾歲的年輕人 你覺得最痛苦 不外乎是 那個 沒有血打 沒有血打 都是那些 但是 如果我們講的是一個更大的 一個 甚至會發誓的問題 就是 當生死有關 為什麼 剛才說 年紀 再講那麼長才有經歷 真的 你要見過 生老病死 生離死別 然後 然後你開始想 你開始想 究竟為什麼人會是這樣 香港人都未必經歷到的 如果 想像你是意大利人 你身邊幾個朋友 全部中了 現在的疫症 然後死了老產 只剩下你 你就會問問題 而我自己看到 莊子 他當時 是有一種 這麼大的痛苦 然後產生一種反思 所以同學 真的要給多一點尊重 不要當是逍遙就是這樣 好 還補充兩位 去第二節 好 待會回來 我們無論如何都要逍遙 先逍遙一下 好